選舉選成這樣真的是台灣的悲哀 蔣萬安嚴厲譴責 因為媒體人周玉寇多次槓上 現在還公布蔣萬安爸爸蔣孝言 1999年金華飯店醜聞的女主角 就是張姓明媛 只是因為我的參選 帶給我家人如此殘忍的傷害 真的讓我感到非常的不捨 也很難相信選舉是如此的嗜血 近來 周玉寇炮火全開 猛力攻擊蔣萬安 也讓周玉寇和陳時中的關係 受到關注 根據統計 周玉寇從2020年 新冠疫情爆發至今年9月13號 已經專訪陳時中12次 媒體人黃光琴就說 如果陳時中當選台北市長 周玉寇將會成為背後林 陳時中 周玉寇其實就是同一方人 民黨不要表面上切割 實際上暗地合謀 我想我們現階段還是要再次的呼籲民眾 能夠抵抗這樣二職的選風 周玉寇的頻頻爆料是助攻陳時中選情還是拖累呢 現在對手陣營很有默契都喊出這句話 黃軍跟名嘴治國 遲早會找到保養 這個我直接講 票投陳時中就是支持周玉寇 當初張孝雲那個反彈事實上沒什麼印象 反而對寶寶事件印象比較深刻吧 難道你也希望全國媒體熱烈的討論你的寶寶事件嗎 投給陳時中就表示你支持周玉寇 到我跟周玉寇之間上節目之外 我們私底下沒有聯絡過 要連結要有證據 那我相信就是說 我的態度就是對於媒體 都維持我的尊重 因為這是社會重要的第四權 陳時中貌似和周玉寇切割 卻又不敢說得太明顯 似乎可以看得出他的有苦難言 進行為彥庭曉禹 參謀道 有可能是有不同的 的音樂 的音樂